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李祝华观点 教编变枪支 田纳西州议会允许教师携带武器到校 使教育变质引发更多忧虑 美国田纳西州的州议会立法者通过了一项法案 允许K-12教师和学校职员携带枪支进入校园 根据该法案 在校园内携带手枪的教育工作者需要符合某些条件 其中包括取得携带枪支许可证 完成背景调查以及接受数十个小时的培训等规定 该法案目前正在提交给共和党籍的州长 比尔里等待签署 预料他将签署此法案 在枪支暴力仍然是美国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的情况下 关于教师是否应该携带枪支进入教室的争论 一直备受争议 根据枪支暴力答案 各种数据显示 仅今年就有436名18岁以下的儿童死于枪支暴力 由此可见枪支是暴力的元凶 然而田纳西州的州议会立法者 竟立法为老师们合法引进枪支 以作为自保之道 其用意实在不敢恭维 或许州议会立法者认为 让老师们携带枪支是一项必要的防卫措施 可以保护师生免于受到枪击事件的伤害 但是他们并没有设想到 教师携带武器潜在的风险 万一枪支被不孝的学生夺走了 而在教室和校园中行凶 其造成的不幸后果更是不堪想象 因此允许教师和学校职员 携带枪支进入学校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校园枪击事件的发生 这需要考量各方面利弊的基础后 才可以做出谨慎的决定 我们都知道 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教育工作 是传道授业与解惑 而非武装守卫学生 与自己安全 当然安全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老师并不适宜成为冲突的参与者 公然将武器引入教育的环境中 必然会改变教学环境和氛围 并对学生和教师的心理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 尤其是当学生们知道 老师身上有武器时 可能会引发学生们的焦虑和恐惧 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和心理健康 此外 武装教师可能会给学生一种不良的示范 让他们误以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从而培养以暴制暴的错误价值观 这只会加剧枪支泛滥的问题 并可能导致更多的暴力事件 根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有超过63%的美国人反对教师携带枪支进入校园 这表明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支持这项措施 因此即使这项法案获得州长签署惩罚 也可能会面临来自公众的强烈反对 教师携带武器到校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 涉及到学校安全 学生心理健康 枪支管制和教育价值观等多个层面 尽管有一些正面的观点 但武装教师可能会面临着 法律和伦理上的挑战 我们更不能忽视潜在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因此我们要再从根本上解决 导致校园暴力的问题 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